乌俄战火延烧不断 各国扩大制裁俄罗斯 以及俄国核武威胁升级之下 市场持续动荡不安 华尔街28号避险情绪浓厚 美债殖利率跳涨 金价维持高位 四大指数早盘起跌 中场道琼标普与废半揭末 只有纳指一只独秀 美股四大指数有涨有跌 道琼指数下跌166.15点 收33892.60点 纳斯达克上涨56.78点 收13751.40点 标普500下跌10.71点 收4373.94点 非半指数下挫23.14点 收3429.53点 欧洲股市方面受到俄罗斯 与乌克兰局势动荡影响 欧股近期表现不佳 随着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 停火谈判召开 欧股今天缩小跌幅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黑 英国股市下跌31.21点 收7458.25点 德国股市下挫106.21点 收14461.02点 法国股市下跌93.60点 收6658.8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每个额大简是因为 对境下来一 deste 我们看到一个有elo 的时候 Indi 时利用 им 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